詞曲 李宗盛 我的還拍攤掉 玩得就是心跳也好 開心也好 反正是個玩 我今年整六十,從事彈雕三十七年 我製作彈雕也是一次巧遇 碰上一個老師傅在那裡玩 我覺得好玩這個東西就開始跟他學 彈雕呢,實際上什麼雞蛋都可以雕 是彈,因為它是蓋子 就是我們覺得可以雕和不可以雕而已 比如說雞蛋,它是有顏色的 我們就利用它的顏色做一些潛伏雕 通過它的顏色深淺來表達的 關鍵遊樂圈,它無限地想像小蛋和大世界 每一個蛋有每一個蛋的大小,顯色,形狀 你每次都要去通過你的實踐 通過你的動腦才能成立 每一個蛋,因為它的後補不一樣 我們說0.2到0.3毫米,它還是有虎差的 所以說它時刻都在挑戰 培養一個人的毅力和耐力 我們說0.2到0.3毫米,它還是有虎差的 所以說它時刻都在挑戰 培養一個人的毅力和耐力 所以說它時刻都在挑戰 培養一個人的毅力和耐力 但是難難在哪裡,難就難在後面 因為它要牽涉到很多東西 你的文化底蘊很重要 你接觸各種各樣的雕刻 首先你要揮畫畫 做蛋雕嘛,失敗是正常的 特別是出現的 因為它對蛋殼的厚度沒有概念 我們沒有感覺它的厚度 所以說往往會越刻越刻 刻到後面就壞了 我們就拿這個雞蛋來說 只要把兩頭有一頭開一個這樣的孔 用一把這樣的刀 或者平時美工刀都可以 現在用那個細管往裡面吹 把蛋清蛋黃壓出來就可以 這是一個很稀有的彩色的蛋 我是利用了它的色彩進行了巧雕 用它的顏色釣了葡萄和一些小動物 花了一個月多一點 這件作品《鳥與花香》 是用非洲鴕鳥蛋雕刻的 實際上雕刻的時間是不長 設計的時間比較長 總共花了兩個月時間 我認為我的海派淡雕 不管是船上下土地也好 包括我自己也好 我一直認為 我有八個字能表達很好很完整的 日月不提 乾坤於心 每次無處不在 就比方說像蛋殼 家家都扔掉了 通過我的上手把它 雕刻成各種各樣 就覺得也很美 風作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